家大书第五章第十九节 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 就如奸淫污谓邪当 没错 当我们讲到关于肉体的罪 情欲之先我们一定要去分析 就是肉体的罪 尤其是基督徒最容易犯的 最容易有机会干犯的罪 尤其是你回到神在那个时代当中 独一无二所带的恩高的价位 为什么呢? 我相信花列初人会觉得 在那个时代见到主耶稣的时候 他会觉得算是什么呢? 耶稣会这样想 因为耶稣在那个时代当中 不是每个城镇都有耶稣 也不是每个时代都有耶稣 在那个时代只有一个耶稣 也不是每个时代当中 全世界的历史加上只有耶稣 他们难得看到神在那个时代当中 唯一一个工作 就是救赎计划在他们那一刻 在他们眼前完成 但是这个可以说极其尊贵 极其尊贵的经历 他们竟然因为他们的妒忌 他们可以说火遮眼 核眼到的阶段 去泄逐他 因为妒忌的时候 攻击他 而主耶稣说到 这一帮不懂得珍惜的人 你看到神那个时代当中 这么伟大的工作 你看到圣灵亲自 在那个时代当中 独一无二的工作的时候 你都不懂得珍惜 而这种工作 不是每个时代都有 也不是每个城市都有 OK? 而主耶稣事实上 证明了给我们看 他这个不是每个时代 都有一次钉十字架 也不是主耶稣的时代 也不是每个城市 有一个像耶稣那样的人 对不对? 但问题是他们在做什么? 在一个这么宝贵的经历 就好像等于余神的约柜 在人类的历史当中 他不断在制造这个 全面性的救赎计划 全世界全宇宙的人 都会重看很多次 这一段这么重要的 可以说壮举的时候 都会看到这帮衰人在那里蝎续 OK? 弟兄姊妹 如果我们在这个时代当中 我们是4794 是神这个时代的计划 我也可以告诉你 在永恒里面 有无数人去看我们这一段过程 尤其是如果我们在这个计划当中 是负责做解画 负责做大结局的揭衷 无数人不单止看我们 是并且看很多次的 但在我们身边的人 如果不懂得感恩 在这里受过恩典之后 受过这些天恩之味 享受过神的同在之后 走了之后 然后去做攻击蝎续的工作 全宇宙的人都看到这帮衰人 无数次做这件事 明白吗? 所以你现在就明白了 原来在主耶稣的时代开始 直到现在我们所说的今时今日 圣灵其实就像带着这个约柜 去到每一个时代当中 继续带着一帮人完成神的工作 所以如果你问我 那是否在马丁路德的时代 攻击马丁路德的天主教 就是施族圣灵 我可以说100%是 OK? 如果像天主教 或者一些可以说 禽兽一样的 这些攻击人的中派所说 施族圣灵 其实是地上不可能犯到的 他们这么说 如果地上不可能犯到 主耶稣根本就不花纯说 去说这些大番话 明白吗? 他们直到那个阶段 对圣经蒙查的阶段 是直到这样说的 有这样的识经 就是说 主耶稣说了这些东西 其实人们是没有办法犯到 是族圣灵的 所以我们犯什么罪都可以 所以才有一次得救 永远得救 这些傻瓜的说话 如果一次得救 永远得救 法利错人也会永远得救 他已经接受了在旧约的羔羊 其实不是的 你会看到原来 就如我所说 主耶稣记录说出一个原理 就是原来神在会的时代当中 他的圣灵临到做的工作 和人在会的时代当中 所做的宗教动作不同 因为人在会的时代当中 都有他们自己的心法 他们自己的盼望 他们自己的理想 然后搞宗教 但这些宗教未必是神去认可 亦甚至很多时候 根本没有神的同在 没有神的恩高 他们自把自为 继续去做 所以这就分野了 有神恩高和同在的教会 和普罗大众很多 根本只是凭着 所谓自己的善意 或者自己的兴趣所搞的宗教 而就好像主耶稣在他的时代 他和法利错人之间的分野一样 如果你这么粗 主耶稣那些人都有圣灵带领 法利错人都有圣灵带领 但是主耶稣清楚说 如果是来自神的 怎会一觉自相纷争呢? 是不会的 他清楚和这些人去画了界线 他说到他自己是神带领的话 这些攻击者就是什么? 就是施续圣灵 就是这么简单 原因就是类似主耶稣基督这样的工作 在每个时代当中 神按着他的救赎计划 都一胖折一胖地做下去 但是好像主耶稣基督这种工作 你能够有生之年见识得到 或者经历得到的话 我想让你知道 你是万幸的 但是问题是 你只要对这个神的工作 去说一句闲话 按着主耶稣说 那你就真的走不掉 你都一定要受审判的 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 你在恩高上被施的恩 或者甚至在属灵的福分上 被人祝福过你 你知道那个人祝福你的 圣灵工作是真的 是真实的 那你就千万不要意气用事 随从肉体标这些妒忌 愤怒 疾度 火遮眼 什么都可以做 OK 以为可以用这种方法 神一样是姚树 祂是姚树的主 你不是遇到圣灵的工作 你不是抵挥圣灵工作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是的话 那就不能抵挡的 因为施族圣灵 是今生来世 是不能卸灵的 所以原来我们经历神的恩高 在那个时代 我们有机会走进神的 这个时代计划的话 可以说有幸有不幸 幸福的就是说 你懂得感恩 你懂得报恩 你有生之年 你都不会产底的 你一定会在神的怜韵和恩典当中 这个就是 为何旧约说到 我们来到神的宝座面前的时候 我们要小心我们的说话 主耶稣是在主吐文里面教导我们 如果你向天上祷告的时候 你懂得要免人的罪 免刑的债 如同神去免我们的债 这个是安全的保险制 就是说你走到神的同在下 你一生你只懂得去报恩就可以了 OK 但是明明如果你在属灵的恩惠当中 受过好像大卫一样 这种属灵的父亲的帮助 但是你做了鸭沙龙的话 我想给你知道 如果你在外界没有圣灵带领 或者根本不是神的时代计划 当中的话 你这样做也可能还有一晚 但是如果你在正正的 希伯罗里斯所说的 这个神的时代计划 和恩典当中去犯这种罪的话 那就没得问 你就明白犹大那种痛苦 因为他比任何人都清楚 他犯了什么的罪 因为他是主耶稣的门徒 他一样坐在那里 听主耶稣的 所说的《马太方》第十二章的这段 但是当我说到这里的时候 有一点 也是我会引用《加太书》 第五章第十九节的原因 就是原来 我想让你知道 这道肉体的罪 当他犯到蝎俗圣灵之前 是其实如主耶稣所说的 他会先结出很多这些坏果子 然后他一次过突然间 会跳跃走到去 变成蝎俗圣灵的罪 所以我们一定要懂得 我们在坏树的时候 看到这棵树结坏果子的时候 如果是别人结坏果子 我们一定要远远离开它 而不是想着无铃两个 我们一定要斩听字铁 仍然是那句 如果你根本正在回到其他教会 或者根本都不在神时代计划当中 你甚至都没见识过神时代计划 那没得说 但如果你站在神的时代核心 时代计划当中 你见证神的恩高 你就一定要懂得去画清界线 不要跟泄族圣灵的鸭沙龙犯同样的罪 或者甚至跟随鸭沙龙这些民众一样 站在他那边 那就大件事了 因为就好像等于鸭沙龙那时候的民众一样 今时今日都是 神看我们的罪是等同的 因为你永远没办法 你跟着这些泄族圣灵的人说的话 你的闲话 一定会有很多说话干犯圣灵的工作 所以我们一定要理解的就是 原来当肉体的罪爆发到 涉族圣灵之前 其实他们有迹可尋 而这个就是加拿大书第五章第十九节 去讲的一个原理 而这个原理当我们能够理解的话 就是凭这一节 你已经可以轻易分辨 杜绝到你自己有生之年 会犯涉族圣灵的罪也好 或者杜绝人家犯的时候 不会沾染你 惹你去犯这些罪 加拿大书第五章第十九节 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 就如奸淫污谓邪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